大家好 我是小屁 這部影片要來介紹7月7號的改版內容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喔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一個雅丁七夕節的活動 這個是持續一個禮拜的活動 那這一個禮拜內每天都會派送這個七夕幸運箱三次 一次就是五箱 那這個七夕幸運箱它有分三階段 但是不是說每開一箱都會進入下一個階段 它可是機率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階段的幸運箱 可以開到戰鬥巧合卷軸 冥玉幣 變身幣 娃娃幣 百五百房 龍珠跟龍鑽 然後龍之聖水 然後也有機會可以開到二階段的幸運箱 那二階段的幸運箱 則是可以開到珠富富裕卷軸守護石 歐靈日記本跟萬能補充寶石 藍布啊 珠富珠房 紅五紅房 以及還有機會可以開到這個第三階段箱 那如果你開到第三階段箱的話 恭喜你起飛啦 因為第三階段箱的話 可以開到紅布 又或者是神秘變身卡傳說 就是拼金變的 變身或是娃娃 以及龍之聖水一百罐 跟萬能補充寶石一百個 奧曼之塔的基戰區域活動 那這個是持續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活動時間內 你如果你可以去打一到九樓一千隻怪物的話 則會給你一罐龍之聖水跟十一抽娃娃抽 那如果你是可以去奧塔斯樓打一千隻怪的話 則會給你兩罐龍之聖水跟十一抽變身 還有十一抽娃娃抽 所以現在奧醫應該都會人蠻為患 接著就是這個守護者聖包的組合包 守護者聖包他有分兩種 都是兩千藍鑽 內容物的話就是高級抽卡十一抽 跟最高級抽卡十一抽 還有戰鬥全場卷軸一百個 跟守護者之陣 那這個守護者之陣 則是可以拿來開卡池 有限時卡池也有永久卡池 然後這個守護者之陣 看起來就是騎士道的這個標誌 所以也許日版之後會來 未來會開騎士道囉 那這個卡池的部分就是大家要看清楚 至少要兩個守護者之陣才能開卡池 然後兩個的守護者之陣開的卡池 則是限時卡池 禁遠魔命加2 然後三個以上他才是開永久卡池 那這個大家就斟酌購買 接著就是牽到的更動啦 那這一次牽到的更新 其實就是有送龍之聖水 然後傷神飾品有送 然後還有送福石 最後的話則是神秘變身或娃娃卡 擇一 那其他都是葉子 那這一次的改版他也 重置了這個四人之塔 那下一隻的重置時間是8月10號 就大概一個月 也新增了三個野外隨機BOSS 那這個隨機BOSS 他是沒有固定時間會出來的 那如果有出現的話會有公告 首先是這一個 龍之谷三插入的出現這一個 執念史萊姆 然後畫島出現的這個熱情的飄演 然後以及南部沙漠地帶會出現的這個 韌性的高輪石頭怪 OK這三隻新的野外BOSS 看起來模組是不太像BOSS OK 然後他會掉的東西 有紅布、符石 然後遺忘的旅人系列、住宿房、紫執念跟純白萬能香 這一隻的BOSS強度應該是不弱的 然後這一次的四人之塔 神聖劍士的神聖恩典跟經濟 還有狂戰士的力量之血就是不能使用囉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日版改版介紹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的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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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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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